哈囉李翔 大家好我是John 我是Jerry 歡迎收看今天的就醬打醬喲 首先我們要來恭喜漫威復仇者聯盟寺終局之戰 終於獲得全球標榜冠軍 我們期待已久的San Diego Comic Con漫畫博覽會 在前幾天結束了 漫威總裁Ken Foggy 有在會場上公布了他們第四階段的作品陣容 那就讓我們分析一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也請按右下角訂閱我們喔 因為這次公布了11個作品 所以我們會把它們分成電影跟影集來一起介紹 好首先就是電影的部分 大家最期待的黑寡婦主力電影 這部電影一樣是由性感女星史嘉莉喬凡生主演 而這次的故事將會詳細的敘述她的過去 另外女星瑞秋懷子也會出演 除此之外我們推測應該還會出現黑寡婦的接班人 也就是Flores飾演的Elena 其他角色還有大反派模仿大師 二國版類似美國隊長的角色 由David Harbour飾演的紅色守衛者 跟OT飾演應該是神盾探員的Mason 不是美神喔 不是性感美神 故事會是在終局之戰之前 也會回顧鷹眼跟黑寡婦一直提到的 布達佩斯 就像布達佩斯一樣 就像布達佩斯一樣 這次的角色裡面的Richard Madden 跟斯蘇烈車最強大叔 馬東石等人主要演出 這次找來了中國女導演 趙婷指導 詳細的角色跟故事 我們會另外再拍片跟大家分析 漫威總裁Kevin Fogel說 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 漫畫大王Jack Kirby的作品 預計將會在2020年的 11月6號上映 而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Kevin Fogel說 這次會確定有LGBTQ的角色出現在 永恆族還有索爾4裡面喔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上氣的資訊 在漫威電影宇宙第四階段的計畫中 有讓華人影迷震驚的消息 那就是漫威所謂華人英雄上氣的選角了 漫威公布這次將由 加拿大華裔演員劉思慕 擔任男主角 還有《瘋狂亞洲不好》裡面的Aquafina 也會參加演出 沒有人指答也沒有口語言 最令人震驚的就是 重量級男星梁朝偉 會飾演大反派角色蠻大人 梁朝偉 還透露其實蠻大人率免實際的組織 曾經出現在鋼田人123 還有藝人還有漫威短篇故事 王者萬歲之中 我們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上氣預計會在2021年的2月12號上映 接下來是我最期待的Lesson說的是 YES 除了我的男神索爾克里斯 漢斯沃和泰沙康普森 回歸演出之外 納爾塔利波曼也會回歸飾演女雷神 至於剛剛前面提到的LGBTQ的人物 推測應該會是女武神 因為在會場上 他有被問到說 你當上王的第一天 你會想要做什麼呢? 其實在索爾森的時候 導演就安時女武神是雙心戀了唷 話說大家對於納爾塔利波曼回歸有什麼想法呢? 我個人是覺得我也可以去演 跟雷神索爾奇異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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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然後有那個橄欖球的 然後有籃球的 然後再來就是God 我是比較像Nerd 吃飯吃到一半 可能有一個就會被那個橄欖球球員抓走去 走一下這樣子 感覺就是從小被霸凌到大 好可憐 沒事的John你有很多愛你的粉絲 這部電影將為是漫威宇宙第一部 以驚悚片形式呈現的英雄電影 除了男主角 Benedict Cumberbatch 確定會回歸之外 《飛鴻女巫》的獨影及 《WandaVision》劇情也會跟這部電影有連結 所以Elizabeth Olsen也會客專演出 那這次的敵人講為是超級惡魔 Nightmare 所以沒問題在漫畫博覽會上 大家很快樂的幫Cumberbatch唱生日快樂歌喔 Yeah Happy birthday dear Benedict Loudo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而且他那一塊也露出來 最後還有一部令人震驚的電影就是 刀鋒戰士 刀鋒戰士主角占有綠皮書金獎影帝 馬赫夏拉阿里出演 可惜的是電影還沒有透露劇情大綱還有上映的日期 應該會是重製版的刀鋒戰士啦 這是一位同時具有人和吸血鬼協同的混血吸血鬼英雄 保護人類的故事 順便跟大家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阿里在拿到最佳男配角之後呢 他就打電話 奧斯卡 他就打電話給那個漫威的總裁Cumberbatch說 我想跟你見面 然後漫威總裁說喔好啊出來啊 然後就約了見面之後呢 阿里就說我想要演刀鋒戰士 漫威總裁就說喔好啊沒問題啊 所以這部片就這樣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要進入這一次漫威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要開始拍這件影集 然後會在Disney Plus上面出現 第四階段第一個要介紹的影集就是 獵鷹跟酷寒戰士 獵鷹跟酷寒戰士的故事會結在終局之戰之後 當獵鷹接下美國隊長的身份還有盾牌之後的故事 不過這次的反派會是原本在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中出現的Zemo 也就是奇末男爵 那導演又表示這次的影集中 會看到酷寒戰士在接受黑暴他們的治療之後 九頭蛇洗腦的問題真的都被解決了嗎 在博覽會中他們又秀了一段 就是Zemo的突然間出現的影片 Zemo說我要綁加你們的衛場了 然後就戴上了他漫畫中經典的紫色面罩 這個說不定也會跟Thunderbolts 就是漫威版的自殺突擊對有關喔 接下來是汪達與幻視 預計在2021年春季將會在Disney Plus獨家播出 預計總共有6集 時間線將會設定在終局之戰之後 不過幻視在無限之戰就已經領便當了 要怎麼讓他復活也是一個迷啊 演員伊莉莎白奧森也有說這個影集會有很多奇怪的點 但是卻又有一點深度 會給觀眾很多驚喜 讓大家看到真正的匪紅女巫 幻視來開玩笑說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死死活 另外在驚奇隊長中卡羅好友的女兒Monica 在這個時間線已經長大成人 也將會在汪達與幻視這個影集中出現喔 接下來就是洛基與洛皮 預計將會在2021年春季在Disney Plus主家播出 這部影集會解釋洛基在終局之戰的2012年 拿了魔方之後究竟去了哪裡呢 在場上開玩笑的說他來到一個地方 就是SDCC的漫威大會 不過凱文貝吉有說這部影集將會是一個新的宇宙 就是2012年逃跑洛基的故事 也要注意這個洛基不是索爾山的洛基 是剛剛在紐約戰敗的壞洛基唷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在奇異博士2的多元宇宙中見到他呢 接下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漫威電影第一個 也是首部的動畫很וף 故事What If就是如果的世界 這次是由《極餓遊戲》中飾演筆迪迪的 Jeffrey Wright配音《觀察者》的《Watcher》 預計會在2021年夏季在Disney Plus上獨家播出 雖然說這是一個動畫 但大部分演員都會幫自己的角色配音 故事會是一個如果的世界 比如說如果鋼鐵人的爸爸Howard Stark 自己變成了鋼鐵人 會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如果蟻人跑進薩諾斯的叮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最後一個就是期待已久的 也是這次第一次公布的《鷹眼》 預計在2021年秋季在Disney Plus獨家播出 影集《鷹眼》會詳細交代 復仇者雷蒙4終局之戰之前 痛吃家人的鷹眼成為浪人之後的故事 這個影集應該會帶出Kate Bishop 也就是漫畫中鷹眼的繼承人 那劇情很有可能就是 鷹眼如何將這個名號傳承下去的情節 當然大家都期待的驚奇隊長2 《黑豹2》《星之一攻隊3》《驚奇四超人》 還有《變種人》 都沒有被提出來 看Fuggy在會後呢 接受一個訪問的時候他有提到說 因為時間不夠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辦法發表這麼多電影 第五階段當然就會有 除了《刀鋒戰士》之外 應該會出現《驚奇四超人》 還有《X三景》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們最喜歡第四階段的 哪一個電影或是影集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喜歡我們TV的料理影片請在右下角訂閱我們 我們下見 掰掰 第二個電影就是 噢 第二 大家好我是John 我是Sherry 抽獎活動來了 抽獎活動來了 還有這個 對 我們上一次一起去逛街的時候 買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答應觀眾們 會不會抽獎 所以絕對不是業配 對 這絕對不是業配 這個是真的是我們自己偷藥包 要送給我們的粉絲的 就要出錢的 不是我 那你要怎麼得到這些美好的獎品呢? 這支影片的下面 我們剛剛有宣布 十一部第四階段要做的作品 請記得按讚加留言 然後跟我們講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部作品 那我們這邊 我們自己也會選出四個 我們最喜歡的作品 然後分別給這個 裡面的 好 算了 你知道遊戲規則我們等一下看 下面解釋就好了 好 aww 啦啦啦啦啦啦 software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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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